政府的官員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請主委 對不起 部長 主委部長好 對不起 議員好 恭喜你 很多委員都恭喜你 剛剛你提到了 美國人權報告 有關所謂勞動檢查的比例 我們人力的比例 你也提到準備增加人力 條件的部分 對 勞動條件部分 你也談到了地方的政府 也可能也會增加人力 但是不管怎麼樣增加人力 你可不可以給社會一個交代 在下一次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的時候 來說明我們的這些檢查的人力的比例 是符合國際的標準的 我們可以盡量的去把這個比例的部分來增加 因為我剛剛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他並沒有把我們在五都六都成立之後 我知道你可不可以整理一下資料 我們會把它整理一下 但是整理完畢以後 你是不是可以再重新評估 你現在剛剛講的增加150元 那個是勞動條件的部分 我知道 我知道 全部的人力的這個比重 比例 我們可以再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另外可不可以跟美國AIT做一個說明 就是去韓他 我知道 請他轉交國務院 好 做一個說明 好吧 好 沒問題 OK 好 這個本席今天有兩個主要的問題 想請教這個部長 第一個是關於這個職災的認定問題 就是職業病的問題 職業病的認定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在於 如果 如果一個勞工 他所任就任就職的公司 被 如果一旦政府認定他有這個職業病的時候 這個公司本身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他有義務 有一些義務問題 導致他不願意承認這件事情來發生 這個是有可能 是有可能是不是 我們署長來說明一下 這個職業病認定 如果說是有投保 最主要是讓勞保機來做給付 對 如果依勞機法 他應該獲得了補償 他應該是可以得到相關的補償 目前是這樣子而已 那至於職業病 另外他有沒有其他的責任 比如說他原來在環境中 他是不是暴露著 很多的這個危害的物品 或是一些影響他得到這個病 如果有這種證據的時候 而且也查出來是違法 當然會接受這個 勞工安全衛生法的罰則 那所以他還有 是不是還包含了 有這些假期的問題 工商價的問題 對 那就是那個 是不是還有薪資的問題 會 都有是不是 所以顯然 顯然企業是不願意承認這件事情 如果說有勞工要申請職業病的話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所謂的 把這個職災保險法 把它單獨立法的最重要原因 那是在沒有這個職災保險法之前 現在我們就是職災的保護法裡面 我說沒有這個保護法之前的話怎麼辦 那你就說明一下 目前在職業病的認定方面 因為這個部分是有一定的程序 你透過主管機關也可以 或是透過這個 我們的勞保局 這部分他都會有一些調查員 會下去幫他調查 那我們這個 但是這個 但是這個 企業本身他會拒絕承認 拒絕鑑定 但是我們用檢查 用公權力會下去調查 相關的市政 那你們覺得 從勞方這邊 先詢問這個勞方的意見 或是他的家屬的意見 然後再回來 向這個資方那邊再去求證 到現場去求證 跟各方面的物證 做出來 我們都會做出裁斷 這樣 根據你們的說明 在過去這一年來 已經有增加建數的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就是認定職業病的這個建數 有顯著的增加 但是 就實際你們所了解的 那真正的那個數字 應該大概是多少 跟你現在認定的 八八九百件的這個人數來講的話 他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這個部分 那個是媒體有登出來 但是這個職業病認定 是它這個複雜的工程 它涉及的就是 每一個國家 它的職業病的種類表就不一樣 定義不一樣 然後這個表出來以後 要有一個診斷的指引 讓醫師能診斷 這個指引每個國家也不一樣 然後要通報 通報的時候 通報的標準也不一樣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這個後面 要去調查這個暴露證據這些 就是一些的程序 還有幾乎的標準 基本上都不一樣 你講在實務面上面的處理 但是我現在問題 你自己有沒有一個客觀的評估 大概那個數字是多少 就是你現在的機制 按照你的報導說 有八九百件的這個機制本身 能不能夠足以來解決 現在潛在的這些職業病 這個我們會再持續的努力 來建構 不要跟我講外交辭令 雖然我在外交委員會 但是你不要跟我講外交辭令 我就想用具體的一個評估的數字 就是你的問題的大小 跟你實際解決的規模 報告委員 我是勞保局局長 就是說以勞保的申請案件來看 就是說 他覺得他是職業病 職業傷病裡面 職業傷害是很容易認得 因為他受傷嘛 病是比較長期比較難認嘛 那以我們的經驗 大概一年裡面 申請 就提出來申請說 他是職業病的 大概兩千件左右 兩千件 但是到最後 我們出任大概會有四成以上 八百多件 我們就直接認到四 另外有五成多 將近六成 可能覺得不是 我們覺得不是 不是他會有一個救濟管道 譬如說 他會在存檢爭議審議 然後等等 行政事做 那最後大概 都很難認得會送到 我們有一個 那個會部裡面一個職業病 鑑定委員會再去鑑定 那個大概 大概每年也會有幾十件 結果那個鑑定委員會 鑑定完會認為是 所以加總體大概 現在的認定率還不到五成 接近五成 現在問題在這裡 勞工他怎麼知道他自己是職業病 這個 因為這個病 通常是 有些是個人的因素 也有一些是工作引起的 那我們認為職業病是工作相關才是 這個是問題在這個地方 那工作相關現在職業醫學的認定 就是說你 他會去診斷 根據指引去認定說 對 工作因素大於50% 那這個就 就做職業病 那如果沒有 我們就工作相關 低於50%工作 工作相關就有點模糊 誰提供這個資訊 讓勞工認定他自己有職業的 可能的病 就是我們也會健康檢查 也會工廠裡面 我現在就問這個資訊的來源 勞工他要做這個申請 他一定有他的資訊的來源 他要做出這個決定 我們不談有道德危機的部分 我們 純然就是這個現有的機制 現在的機制是在保護法裡面 就規定說 他已有職業病 只要已就可以 就要求 我們就九大職病中心 為了這些職災勞工 每年一萬多名的 一萬六千多名的 的勞工說 自己覺得我好像是被工作引起 然後我就跑到職病中心 這譬如說醫師是我們有補助給他 他會很耐心的看 有時候看一個案件 一兩個鐘頭 他會把它開診斷書 如果診斷出來 已經幾乎四了 他就開診斷書 其實我想要講的是很簡單的 你現在的所有的後續處理 後端處理的機制存在 我現在問題是他的前端 前端他如何知道自己 有可能的職業病 勞工部這邊有沒有做適當的宣導 那個報告委員 我在勞保裡面有一個叫做職業病健康檢查 那部裡面會規定有一些行業別 有些工作別 他比較容易發生職業病的 那每年他要去做職業病健康檢查 你那個又還在作業程序 對 我所要講的是宣導 宣導的意思就是要告知 所有的不同的行業的從業人員 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他有可能 這個是 我剛剛講的這些行業 我每人都會主動通知他 那我想要請問你 我就以我自己的身分教授好了 我每天坐在辦公室裡面 假定得了痣瘡 那算不算職業病 我一開玩笑的話 但是我意思是說 我那個工作的特性 可能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病害 沒有認定寬到那裡 大概通常是那個 比較容易有害 有害氣體暴露的 什麼像我一般夠老的這一類的 所以我的問題在這裡 我所要講的在這裡 就是說我 我完全沒有這個機會 對不對 我現在問題在這裡 問題就是我們政府 做了怎麼樣的適當的宣導 來避免這樣子的一個 道德 就是說可能產生的一種不判 我想委員指教的是沒有錯的 就是說我們應該再盡量 把這些相關的一些做法 甚至於說平常對於在企業內部 對員工的健康檢查 或者如果今天勞工他真的感受到疑似 好像他自己有這種 以職業病的狀態的時候 他可以到我們那個九大健檢中心去 檢視他的身體的狀況 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去在宣導上面多做 對啊 然後讓一般勞工知道 所以這很簡單 包括教授有什麼樣的職業病 我們也可以再詢問一下 這個是題外話 好第二個問題 是勞基法88條 88之 整個88 84之1條 84之1條 對不對 84之1條應該沒有錯 84之1條 責任制 責任制的問題 對 根據102年勞動檢查結果 在台北新北市 2394個場次中 發現違法的案件有1384件 高達比例57.8% 這只是一個新北市在102年的 一個勞動檢查的一個結果 那其中違法案件 為給付加班費 跟假日工資 為給付的就佔35% 所以 現在 我們勞基法裡面84條之1 這裡面的條件 是不是 應該要重新檢討 有我們一直在檢討這件事情 我們的條件 及就業評等師啊 他現在就是 從去年開始都在檢視 每一個 現在納入到84條之1的工作者 這些人 到底他真的是不是有必要放到那邊去 因為我這邊 沒有必要就拿掉了 時間很有限 所以像去年有沒有 我們把護士 今年從護士全部都拿掉 護理人員都沒有了 因為我在講一個 有些銀行 他的員工加班 60個小時以上 60個小時以上 還有 包括台積電在內 因為他是維護工 他號稱是維護工程師 事實上他的工作環境 面對的是 有危害性的化學商品 化學物品 結果 他超時加班 這個都是被84條之1 他們不能用84條之1 但是他們都是84條之1的受害者 因為不曉得 有很多都是 這個都是有案例可循 甚至包括美容師 還有會計 各位 會計系 會計系畢業出來 有 你這邊講他是助理會計員 會計系 現在這個時間他最忙 為什麼 會計系的畢業的學生 到了會計師事務所去 做什麼呢 做 做 做 查帳 查帳的時候 沒日沒夜 太多 太多 我們看了太多太多 所以我希望你84條之1 應該做一個全面的解釋 我們有 我們在這裡解釋 以上